第四个了 第四个话题比较狠,习近平川普两个人被取代的可能性多大 习近平大不大 你又巴不得我们圈总统走 是不是这样,我也不能说,我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之间 我更成像于川普 你是这样,今天有点变化,什么叫有变化,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拜登和川普选 我会选这个 川普 哦,拜登和川普选,那桑德斯和川普选呢?我还不知道,我对桑德斯的这个政绩有一点了解,桑德斯呢现在 民主党建制派很害怕他 害怕他成为民主党的建制人 所以现在这个匹退啊退出来 不想当这个总统好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去帮助半顿一把 OK 但是现在的办这个桑德斯的这个 这个名气比较,就是说被得到的这个这个支持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不知道匹特这个 退选以后 对这个 半顿帮助有多大 现在一般的这个 白人啊,就是支持匹特比较多 所以呢 匹特如果放弃这个选举 对半顿支持多大,明天 就会呢展示出他们的力量出来 明天展示出的力量是桑德斯 还是这个半顿 如果是半顿跟川普选呢 我基本上就认为 算了 别选了 知道吧 但是在我们的看法和这个民主党建制的看法不太一样 他们认为呢 半顿毕竟是当过副总统 毕竟是呢 在各方面接触的程度很高 那么比桑德斯高 桑德斯等于是民主党里面的一个造法派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民主党现在还是想集中力量去支持半顿 因为美国党之间都是有很多禁止派和这种造法派 桑德斯和半顿和民主党提出的很多问题 确确实实是一些问题 尤其像这个桑德斯所提出来的 这个大学的学生的这个负担的问题我相信你是在大学里面混过这么多年 你应该知道很多的人 家庭为了这个孩子子女读书 这个负担实在太重 一辈子的负担 一辈子的负担 然后这个学生贷款利率太高 对呀他这个给学生贷款有好几档 有低的四年级 那是联邦的 只有一点点 更多的是92 这么高 对呀 真的负担不起 跟信用卡的利息有点靠近了 对不是 远远高于商业利息啊 对对对 商业利息6% 这个东西不敢用的 一般人不敢 除了你是没办法你要用那个 那很多人 必须贷款 一般因为他没有钱 他必须吃那个饮症 饮症之口的那个药 对 所以年轻人 在美国 这个像陈小平这样成为精英分子 越来越困难 所以这个学会是商业司能够打动他的选民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 再一个就是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 我一到美国来 因为我是来自于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 有全民健保 所以到美国来我 经常碰到的朋友 医生 讲得最多的最头痛的 找工作的人 都是有没有健保 公司给你负担多少 这是对于很多人来讲是 非常 切身的一个痛苦 阿巴马上台以后呢 他想继续当年 这个喜拉利没有成功的这个 这个健保方面的法律改造 改造了以后呢把这个法律就变得更加混乱 更加混乱 现在你买一个什么保险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医生能不能看那个医生能不能看 经常中招 非常混乱 你像你是一个人你都会感觉到这种混乱 那无数个人比你还糊涂啊 告诉你这个 你连他网站上搜到的那家医院他都不认 他说不在我们这个网络以内 然后 他要你去气质的辨别下面那个号码的差异 这个不是专业人士根本就辨别不了 我一年看病告诉你我有一半时间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 我用来安排我自己的看病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给他们交涉 这个账单他们付不付 就这么 就这么凑蛋的一个医疗保险体制 因为有一些人他不关心这个事情他就觉得挺好了 或者是有些人他无所爱必须要他穷人 或者是他富人他也无所爱 富人有钱穷人 他反正政府什么都包了反正反正 我会不会是人多一点而已 他不在乎这个东西 像你我这种中产阶级我们也不是中上 中上也无所谓我们是中下 就很痛苦 是吧 所以这个全面健保是桑内斯所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那当然其他还有桑内斯提出来是华尔街的问题啦 这个需要再生能源的问题啦 这个反冷断法的问题啦 那这些法律呢它确确实实带有某一种社会主义的色彩 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冬奥的社会主义 正不是中共的是假社会主义 而是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北奥的社会主义 但是北奥的社会主义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说要钱从哪里来 对吧 北奥它的人少 那么呢 享受这个 福利对位的人不像美国这么负重那么大 美国就已经为了穷人 就已经承担了负担 如果这把中产阶级扛上 它的负担更重 美国是各个利益系统捆绑了各个系统 保健系统啊 保险系统啊 华尔街系统啊 大科技公司啊 这个造成这个桑内斯未来假如他成为总统了 我认为他也未必实行得了他的 这种承诺 实现不了多少 他这只是总统的证件 因为他涉及到国会两院 能不能批准 还有一个最后用到这个法院去 最后法院可以推翻你 这只是他产出他的证件 那么川普总统被取得的可能性多大了当然非常小 但是不过过去一个星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上市他当了总统以后一万多个点现在跌了 跌了四五千个点 那么如果是经济情况恶化下去 那个总统很悬 虽然总统他有连任的这种优势 而且他有很多政治展示出来给他的观众看 给他的选民看 很多选民也特别喜欢川普 这个对于川普来讲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东西 但是毕竟现实比 这个形势强 如果你真的是这个 最终这个股票一时跌下去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 川普总统我看了他星期五的 这个记者会捂着你看了没有 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时候我发现他是很侨债 他真正感觉到威胁来了 但他现在采取的杠杆有两个 最快速的杠杆 就是要联署会降息 他一直强迫联署会降息 但是联署会一直呢 按照他们的规则来办事情 因为首先联署会自己手里的子弹不多了 去年已经发了三岁 就达到了75个基点 那现在手下只剩下了175个基点 基准点 然后主要是在2008年的时候经济危机给用掉了 那么如果这一次3月18号这个联署会 开会 要将50个基准点 那手里只有125个了 我们知道另一些是 对付经济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两大支点之一 一个是降息 一个是 这个降税 那降税的时候总统已经开始在他上任的时候很快就用了很多 如果你降税最终不产生经济的繁华 你这个降税就会使国家的政府的财政开始越来越重 还有第二轮的降税的问题在讨论 对呀现在都在讨论 但是这些东西不能轻那句用的 因为川普总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但是他并不等于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的经济 他有非常宏观的把握 那么他身边的几个经济水平实在太低了 而且是你们哈佛出来的气死我了 什么意思 又攻击他身边的 自然班子又攻击我们哈佛大学 对呀双层攻击不好 我不讲了不讲了 把哈佛得罪了把自然班子得罪了怎么办 不要乱说 不讲不说不说 现在我们期待都给川普总统更好的建议 但是更重要的是 期待川普总统的运气很好 如果川普总统的运气很好 因为美国的经济基本没有问题 全球的产业的没有根本问题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除了美国也好 其他国家都要好 其他国家都要好的话美国就恢复了这个经济的正常认据 对川普连任来讲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 伊朗 这个意大利 所有的国家都出了问题 你形成一个连锁性的一个全球的状况 那上带来救不了川普 上带来救不了川普 那 就是被取得的可能性 确实是存在的 你不能说完全不存在 所以这个可能性很低 对吧 你像上带斯一样的 谁会想到民主党抽选的时候 他会变成第一名了 现在的情况他很有可能变成第一名对不对 不是第2,1,2,2,2 有点拦不住 对啊有点拦不住啊 他现在这个颅异算盘啊 实际上皮特可能撤早了 不,皮特撤早是来帮助这个 对啊我知道皮特可能撤,因为沃伦和艾米这些人现在都没撤嘛 对吧 对然后 实际上最后他们可能都形成不了多数 然后就要靠这个民主党的党中央 来决定了 协调 对啊 他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机构来协调 最后协调一个最有利于民主党 跟川普对决的这么一个候选人 对那现在 那些那些人都在那等这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而沃伦觉得我还有一点机会呢 对不对啊 他为什么还有还有还有 他 对啊 这到现在这个阶段他还不还退 他就等到最后的这个机会 也许我还 经过各种 因素的权衡之后 我还有希望呢 对不对啊 艾米当然希望不是很大 那么 沃伦和这个 皮特这几个 最后到了党 这个党的 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上面去他的核心的圈子来决定 时候 那时候才决定胜负 那时候你蓬勃还有希望呢 告诉你 经过这么一种 最后只是 争取拿到那个 陆产卷 很多游戏是这么玩的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蓬勃可能想去找杨安泽作为他的副手 如果最终办的赢了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桑内斯赢了 批的也是一个好行人 或者说呢 这个华伦 成为副总统 但是呢他 比如说华伦如果成为桑内斯的这个 副总统的话 同志性太强 是啊 这个里面的游戏很好玩 我们明天 会加大这方面的报道 华尔街电视尽可能的呈现更多 因为华尔街电视比较多的关注美国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化政治时代 所以说川普代表的是这一意 桑内斯代表的是这一意 这是 这是 桑内斯出场的一个历史背景 实际上大学生贷款的问题呀和这个 全民医疗保险的问题是美国的老话题 对不对呀 只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中 这两个字典让 桑内斯 升起来了 有时候你是支持政策不一定是支持人 有时候你是支持人不支持政策的什么政策也无所外 有时候就是两个萝卜里头我选一个 但是你要是让全民健保这个学生贷款这个 我就可能会撑下去支持这个 桑内斯 虽然我知道桑内斯他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钱在哪里了 钱在哪里了 对不对 但是中产就喜欢 但是这个中产也就不喜欢了 因为他们 如果不在全民医疗的体制之下他们的医疗待遇更好 对呀 对呀 非常好 很多人在这个医疗体制之下 不抗我们在这 坑子坑子的遭罪呀 他们享受的是很好的好处 对呀我跟好几个朋友他 没问题呀 你怎么会说这个全民进 要全民进保的 我比全民进保的好啊 这个这个穷人保险一分钱不花呀 对呀 发一点点一二十块呀 对呀 那就是很好的保险啊 对呀 像我们这样 一年将近三万块钱的保险费呀 到这种程度啊 是啊 然后很多钱还得自己付 然后这个单子不付那个单子巨付 对 你搞的你一年到头为这个医疗保险的事情 伤大脑筋这个 这就是中产这些的苦难 所以一看 川普那个 杉德斯说 要给你全民医保 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大 是一个 是个梦盘子 对不对呀 是个饼 当然觉得我某些 某些意义上也许会有些帮助 最后这个帮助真的不大 你告诉我政治家 忽悠你的可能性太大了 你很 很难知道前哪里来 这个 杉德斯还不拥有这个两院的情况之下 甚至于美国最高法院要出来干预 杉德斯 这条路上能走多也完全不知道 对 电话 哈喽 嗨 喂 你好 小平先生你好 小平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我刚刚查一下 瑞典的那个 劳工法 他那里面没有设计 那个最低 最低工资制度的 嗯 然后 那个 这几天 那个 不是美国选举吧 嗯 那个 上德斯说要把美国建设成 瑞典模式啊 是不是 然后研究一下美国 那个瑞典的历史啊 呃大概在 七六七八十年代吧 那个确实瑞典的那个 所有的政策都蛮左的 然后有个社会民主党的 女性那个 又读物的作者 他出了两本书 然后最后 他那个 收到的税 税款额 收到那个税款通知 要交 百分之一百零二的税款 然后这个 这个事件呢 触发了那个 瑞典的 来讨论 是不是税收收得太高了 嗯 当然到了后面 发展到八十年代 瑞典出现了 经济危机 然后九十年代的时候 他就进行 劳工跟雇主进行谈判 大家建立起了 比较大的 互相信了 所以就 可能没有那个 最低的劳工制度 增加了那个 雇主愿意 承担那个 劳工的 那个 福利吧 就是比如说 养老啊 或者其他的福利 而且是那一点 现在的养老工资 它是浮动的 那一点 社会发展的越快 养老工资就会高 如果 明年 发展不快 养老工资就降低 这个是浮动的 好像 跟那个社会主义 或者就是我们那位的北欧式的那个模式不太一样 好 谢谢啊 我记得这个 我记得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主义和北欧的社会主义的这个东西呢 何清莲女士员在我们的做过一个文章啊做过一次采访 他解读这样一种我看是陈小龙的还是 何清莲女士的大家 有兴趣可以去跑一跑在两个人的 文章 这个两个人的节目 他们正好在我们的做个节目 比较过这个两个地方 当然大家有 当然大家有争议 好现在我们又来有一个网友打电话进来 好 喂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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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老师好 观众好 我是那个墙内的 移民观众 谢谢 对 对位置在山东 然后那个 我看到那个突发的一些新闻啊 美国好像他那个确诊的病例又多了 而且死亡的病例也多了 不然我们这个节目啊等一下大概 过十分 十五分钟以后我们会在民间火拍播这个节目 麻烦您来过来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结束了 现在这个节目不谈这个话题因为谈的话题他我们前面的节目就白做了 好吧 OK谢谢 过十五分钟好吧 谢谢谢谢 你讲 那习近平的这个被取代的可能性多大呢 现在看不到 因为等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跟他有关系 OK那习近平被取代的可能性多大就是等于不大 至少从现在来看啊这个他有压力 但是谈不上取代他 我觉得他压力是很大的 在一个都来月的时间里习近平开了实施会 正好今天这个彭拜有一篇文章 讲了这个对习近平 最近这一段来 怎么样亲自领导 什么亲自部署的做了一个回顾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党中央还是一名伟大的 他没有问题 今天没问题 那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给换掉 对呀 喂你是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陈小平先生好 你好 可以发表一下关于选举的意见吗 好好谢谢 你讲 这个好好好 我知道 我们是等下关另外一个频道 在纽约社 我们要更新一点问题 首先是有有钱人上税 才养得起穷人 对 所以桑德斯 哪怕就是在民主长 就像我认识很多大学的主派 大学生免学费 因为都知道美国的学费 非常高 对 简直高得有点 以土地要读一个master 读掉一栋房子 是长导的房子 不是马哈顿一栋房子 就是如果要读一个博士出来的话 读个几十万美元很easy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第1个桑德斯 他说的 北欧的社会主义 这个一谈到社会主义 美国的认识 凭什么打土豪分田地 就像你说医疗改革一样 一个公司原来负担不了多少 现在我们那些 整个下面都在问 到底要买多少医疗保险 第1个上面是 第2个 你还说布鲁巴尔 我要谈一下 在华尔街的人都知道 布鲁巴尔的验尸 你稍微问一下30年间在华尔街工作的人 花市长 他玩很多旅人 很花的 知道吗 他当市长就吵出来了 现在根本没挖他 就让布鲁巴尔慢慢来 慢慢来 他不就烧钱吗 看看川普 我当然是支持川普的 川普从纽约啊 带着有至少几十个律师去华盛顿 就包括他女婿 库德纳 还有他的儿子 川普的儿子呢 曾经发表一本著作 叫奢侈是本文化 奢侈啊 他在马上搞地产的时候啊 就是我要到最高级的 其实这个在华盛顿的自囊团里面 就是他将把美国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经典 我谈的是国家啊 所以说他必须让穷人去勤奋的劳动 包括移民问题 包括他的金融政策 今天又涨了700多点 300多点 700多点 这就看得出来他降息 日本也降息了 日本今天看了马拉松 我老说我老观察日本 因为做股票 人看完日本收盘 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 就基本上比较清楚了 中国不是个盘 中国没有盘 OK 所以谢谢你何平先生和小平先生 你们那些投资人啊 什么经济学人 那是忽悠的 知道吗 不要听他的 听他你会被他忽悠死的 郑旭光先生这些 希望他呢 要做节目呢 去那个什么 NYU 交个几千块钱 学两门三门课程 一年两年就结束了 问问那个谢杰教授 陈晓龙都会 都会点拨他 他学完以后再来做评论 不然的话 他会让明镜火拍那个 明镜电视 Lost credit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他去学两个学分再来评论 这样比较好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您讲的非常好 我们这个美国的大选 和中国政治的变化 我们会这个 美国的大选明天是 抽屈星期二 所以华尔街电视会 进行大幅度的报道 那我们是不是 这一段就结束了 我们开始进入这个 还有一个电话接吧 接一下 看是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好 这个话题呢 有一个电话进来 看看您请讲 66 66接尾的电话 请讲 你好 小平你好 你好 和先生你好 你好 小平你是 原来你在Boston吗 原来你是在哈佛 读的博士 对吧 我在哈佛面的硕士 对 其实在美国这种的 就是私立学校 他们的学费会比较贵 但是他们一般按照成绩 来给奖学金 或者是你成绩如果不够好的话 那么你家庭收入又够高的话 他是不会给你太多的奖学金 那么对穷人 他们就是有很多的奖学金 甚至是全额奖学金 像我们周边 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华人家庭就特别重视 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 他们在初中的时候 就是中学的时候 已经花大量的钱 那个精力和资源 去培养他们的孩子 让他们进入这些学校 但是很多比如说做餐馆 或者收入低的人 他们那些学生 孩子培养出来 考到这些大学 这些名牌大学 这些长青城学校 他们都是免费的 我们周边很多这样的人 那么至于就是说 其实我有一个 我现在在麻州 我记得就是说 我印象里面 就是说州立大学 像这种公立大学 他们那个学费是很低 或者基本上你稍微 你的收入稍微不够高的话 也都是免费的 那么我就觉得在美国 就是一个很自由 很市场竞争的一个 这么一个社会一个体制 所以大家学生也好 你就不要使劲地 打破头往里头钻 那么如果你说 你要真的是要 往那些私立学校 去要好的学校 那你要贷款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选择 没有人逼你 所以不定 其实学生贷款 学生读书真的是 你跟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你都觉得苦不堪言的话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 可能其他国家 也就很难找到 像欧洲那样的学校 可能有很多也是很好 但是他们现在欧洲的经济 和他们社会的福利的支出 你大家都是觉得 不能够持续的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 你说学费负担高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是要看你怎么选择学校 这个是所有的学生和家长 他们都应该量力而行 而不应该一开始就抱怨 抱怨 抱怨 我觉得抱怨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州 是不是州立学校也是免费 这个我就没有发言权 那么请小平你来深度分析一下 不是免费的 公立学校也不免费 公立学校负担也很重 没有 我们这个麻州这个学校 我们那个UMAS基本上都是 而且他们这些公立学校很多 哪怕是其他的学校 因为我有很多亲戚 就是我的妹妹的孩子 他们都是上长青藤 也就是头一年两年 他那个学费会要出的多一点 到后面的话 就百分之几 他们机场都能拿到一两万的奖学金 这样就可以帮他们减轻很多的负担 像麻州UMAS这些 基本上你要符合这个收入条件 你都是免费的 这个就是他读州立学校的好处 这个都不一样 因为我的孩子是上公立大学毕业的 我很清楚我的才能负担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 只是忘记了这个免费午餐背后 你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另外一个说到这个川普 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两个人 哪个可能会变化下来 我那倒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 too good to be true 所以就算了 但是回到川普这里 我是希望他能够连任 虽然现在就是说经历了一些股市 或者其他一些什么疫情 这些是很大的挑战 但是现在还早嘛 对吧 现在离那个11月份还早 我们投票的时候还早 所以这个还有很多的时间 让大家看清楚 我最期望川普连任的呢 主要就是他现在要多有四年的话 他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动作 这将是会改变世界 改变中国 这个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就从那个全球化 打破全球化 还有现在这个贸易战 这个持续的这个这个 这个啊 谈判下去 持续的坚持 我相信真的是会改变 社会秩序 世界的秩序 这个是我最想看到的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啊 这个这个他这个讲话 比较全面 各方面都已经点到了 我们在这里都有孩子受教育的问题 他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们都所以就 我们都有发言权 都是很多这个实实在在的感受 一言难尽 对呀 这个在美国养一个孩子 念大学很很不容易的 我们现在的节目要转到明镜火拍台进行直播 那网友们可以谈 更敏感的 更开放的话题 请我们的导播 接受这个 这个 这个节目我们马上转战 民间火拍台 对 民间火拍台会立即跟大家直播 大概几分钟吧 大家可以喝杯水 打个盹儿 上个厕所 然后再回来啊 身上腰 这个西线座肠 对这个肾不好 走走肾 再回来 你这个你那还关心肾 哎呦 真实在做肠